一名中年男子在新北市三峽区的大爆漆 最上游熊空危险水域来跳水 虽然消防员在现场制止 但是男子居然呛瞎说 这是观光局的业务 请观光局派人来 话说完之后还用手比了个业 就执意跳水 现在事后查出了这整段影片事发是在去年 但是看到这样的影片也不禁让人感叹 消防员还真难违 感谢你们的辛苦 但是不代表我一定要配合你 因为我们的违法 违法人是你 对拍摄画面的消防员呛瞎违法的才是你 男子说完立刻跳下水面 你拿的不是你们的条例在对犯别人 可怜啊 男子在三峽大爆漆危险水域跳水 经消防员制止却当场反呛 这是观光局的业务请观光局派人来 甚至对着镜头笔业再度不停规劝 执意跳水 哦耶 是不是觉得他有点夸张啊 对 他就是一直跳啊 然后他还蛮懂我们这一块的 他还蛮内行的 不知道这个不是我们的 虽然事发在去年 不过影片日前曝光还是引发争议 消防员劝导男子禁止跳水 没想到对方却当耳边风 也让不少基层队员看到影片痛批 消防员真的又够难当 男子执意跳水下场还是遭到观光局开罚 根据发展观光条例规定 民众进入危险水域不停规劝 从原本开罚的五千到两万五千元 已从今年二月改成加倍提高罚金一万到五万元 还是提醒民众可别为了一时贪玩 伤了荷包 甚至拿自己性命开玩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